2021年国际雨联系列巡回赛 印尼大师赛开始了第一轮的角逐 混双赛场爆出两场大冷门 二号种子东道主组合梅拉蒂乔丹 以11比21 20比22 输给了名不见尖传的司机卡皮拉 首轮出局 一同遭遇一轮游的 还有礼约奥运会的亚军马来西亚的吴柳营陈炳顺 二人作为五号种子 13-21 19-21意外输给了德国的艾弗勒简森 女单头号种子日本的山口西 以2021-1214大胜东道主印尼选手哈塔万 写手南单陶田贤斗 南双小黄人组合等大种子选手一同晋级 在混合双打比赛中 东道主组合乔丹梅拉蒂 承载着混双夺冠的希望 二人在近期的比赛中 也多次打进公开赛的半决赛甚至决赛 成为了印尼的第一混双组合 不过 在本次大失赛首轮 就遭遇了暴冷 面对毫无名气的司机卡皮拉 一上来 就没有对上对手的节奏 首局大比分落败 尤其是对手进攻线路 选择女队员突破时 印尼组合显得毫无招架之力 尽管第二局比分紧咬至20比20 最终还是两分膝败 成为当天的最大冷门 李约奥运会的混双亚军马来西亚组合 吴柳盈 陈炳顺 近两年也是节节败退 经常止步各大公开赛的前两轮 显有打到最后阶段的成绩 首轮面对德国的艾弗勒减僧 全场被动 一直处于追分状态 最终以13比21 19比21意外输球 吴柳盈曾经被外界誉为羽球女神 陈炳顺也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 二人作为自由人 经历很难集中到羽毛球赛场和训练场 恐怕日后会逐渐衰落 与混双的冷门相比 女单赛场较为平稳 头号最终 日本的山口西快刀斩乱麻 21比12 21比4 轻松战胜了印尼的哈塔湾 整场比赛用时不足半小时 山口西在东京奥运会上 尽管未能打进女单四强 也许背负东道主夺冠压力太重 但是奥运会之后 保持了强劲的不败势头 已经在游博杯上 击败过奥运冠军陈宇飞 也在公开赛连夺两冠 世界排名直升至第三位 下月市井赛已成最大热门 唯一首轮出局的是 加拿大的李文山 0214211821被土耳其的伊吉尔特淘汰 南单头号种子日本的陶田贤斗 首轮对决东道主选手苏吉亚托 陶田贤斗首局一路领先21比12轻松拿下 第二局尽管8比12落后 但是一桌13比4的攻击波获胜全场比赛 四号种子台北一哥周天成 2022-202117 艰难击败了法国的洛克赛尔 挺进南单第二轮 7号种子马来西亚的李子佳 面对丹麦的三班格姆克首局一直落后 比分来到9-11时 选择退赛 送对手晋级 南双是东道主印尼队的王牌 头号种子吉迪恩 苏卡木约2021192117 战胜韩国强荡金元号崔帅归 队友阿迪安托阿尔菲安 作为四号种子 在内战中被队友毛拉纳菲克里 以21比18 22比20淘汰出局 马来西亚的金锐吴是非 一组丁2021102117 击败了韩国的徐城仔江明赫 马来西亚的王耀星张玉宇 2021172115 战胜了印度的六号种子 歇提兰基雷迪